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欧洲战场的主动权。在亚洲和南太平洋上,日本面对美军的强大共事也很吃力,但是就在这时,德国却要求日本进攻印度,所以日本在东南亚集结了8.5万兵力,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印度的傀儡军,对印度东北部城市因帕尔发起了进攻。 日军进攻的时候是印度的旱季,由于江水并不迅猛,才能横渡,轻蹲江。 但日本的后勤早就出现了问题,吃的都是从缅甸抢来的活牛羊。 所有英军决定撤回印帕尔,让盟军断送日本的补给部队。 日军面对包围圈里的对手久攻不下,人越来越少,还天天挨饿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包围圈里的因应两军大口吃肉。 最后日军只能放弃这大好的局面,向后撤退。 但是即使撤退,日军不仅要应对英军的围堵,还有饥饿和残酷的丛林雨季,日军原本有8.5万人,最后只剩下2万人。 这场战役成了日本陆军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败仗,也注定了二战以失败告终。 好了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